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嘴里骂着疯女人一溜烟的走了 邱丽宽一赞成名 至今江湖上还有她的传说 邱丽宽的故事还得从她18岁之后的选择说起 1981年出生在普通人家的女儿邱丽宽毕业了 值得一提的是 邱丽宽的母校是淡江中学 周杰伦也是热烈毕业的 不知道是淡江中学出歌手还是怎么的 邱丽宽一开始找的工作就是给歌星做代唱 说的明白点应该也算是假唱吧 毕竟模式是一样 都是一个出声音一个出外形 邱丽宽就是凭借自己的这个本事 难争备战 哦不是是难争备唱 可没过多久 邱丽宽就生代小节 如果想要继续唱歌的话 就必须要做手术 邱丽宽一直以来都活得比较洒脱 她直接选择放弃做手术 随之放弃的还有这份工作 因为平常性格开朗的缘故 也给邱丽宽结了不少的善缘 没过多久 她就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成为了艺人助理 之后是场季 她在做场季的时候是跟着张美军导演干活的 也算是她的关门弟子 张美军导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只不过运气不太好 在自己41岁的时候患上了肝癌 如果要治疗需要花40万台币 面对天价的医疗费 所有人都在劝邱丽宽不要去懒这事 可邱丽宽却一无反顾的选择了抽签救人 那个时候一场季 邱丽宽只能挣8000台币 她的这一份勇敢也给了她另一个机会 1982年朱严萍和自己的助理 罗条慧结婚生子 身边自然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助理 恰巧张美军也是朱严萍的朋友 所以在张美军去世之后 将邱丽宽带在了自己的身边 邱丽宽和朱严萍合作之后特别的乖巧 有很多女演员怕高怕动物各种矫情 然后和朱严萍导演撒娇说不敢拍戏 朱严萍都会招呼一声 让邱丽宽当替身 邱丽宽虽然也少少有一些紧张 但她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后来朱严萍为了捧邱丽宽 还和她一起合拍了一部父子 只不过邱丽宽好像不是演戏的料 那部剧赔了很多的钱 邱丽宽深受打击 只好放弃自己的电影梦 转行变成了一名经纪人 发执了自己自己的一生 邱丽宽签下的第一个艺人就是王妃 她在爱王妃那会儿 王妃还没有什么名气 彼时的王妃还叫王静文 当时的香港乐坛百花齐放 男歌手有刘德华张国荣等 有才又有严的作证 女歌手则是梅艳芳 林一连等人 歌顶半变天 怎么看都没有王妃插足的机会 可邱丽宽却承诺 要将王妃打造成一代天后 她让王妃安心唱歌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用管 有的时候 她会给王妃写一些词 比如王妃唱过的 推翻 醒不来等歌曲 就都是邱丽宽写的词 王妃很听话 她每天心无旁骛 专心研究自己的音乐 她也确实很有天赋 一般录歌一次就过 录音棚的老师们 对她都很满意 还评价王妃 录音是全世界最深浅 最快的 后来的后来 邱丽宽实现了 她对王妃的承诺 王妃成为了一代天后 坤一说 邱丽宽对王妃的保护 十分严密 就下了2002年的时候 王妃和谢霆锋 两个人关系正浓 就有好事的媒体 直接写道 王妃殷勤所困 为谢霆锋自杀 这一句话 震惊了王妃的粉丝 和谢霆锋的粉丝 当然了 还有闲来无事的 雨季朋友们 一些记者 为了验证事实的真相 她还专门 给邱丽宽打过电话 邱丽宽 有点不想打理他们 只是不懈的怼了一句 自杀和杀人 我们当然会选择后者 这句话 照现在来看 也是撒的飞起 也是很邱丽宽了 再后来 王妃和丽亚鹏离婚之后 丽亚鹏还发了一句话 我要的是家庭 而你注定是喘气 记者朋友们 又开始作药 泡弃的想知道 这件事是真是假 联盟又一个电话 给邱丽宽打了过去 邱丽宽听到后 不以为意 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她没结婚之前 就已经是传奇了好吗 一句话让记者都忘了 自己问的是啥问题了 只能信心的离开 她对王妃 可以争得上是 事无巨细的关系 等王妃的女儿 窦镜桐出道的时候 她又跟随在窦镜桐的身边 保护她 除此以外 邱丽宽和乃鹏的关系也很好 据说那个时候 纳英被学藏 还是邱丽宽仗义出手 之后 纳英和前夫离婚的事 闹得不可开交 更值得纳英直接说 她的前夫是连鸡都不如 很多网友就觉得 她的这句话 有点不太雅观 游损形象 邱丽宽连忙站了出来 一句简单的话 就硬蛇声的牛转了 纳英的形象 鸡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名词 一种是动物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崇高的生命 牺牲自己的生命 去填足人们的口语 而她的另一个形容词 才是某种职业 不得不说 经邱丽宽这么一说 这个子顿时都文雅了一些 这只是邱丽宽 漫长人生的一部分 她的传奇也仍在继续 2005年 林志玲受美国华美娱乐的邀请 前往拉索维加斯参加演出 据称演出费高达10万美金 林志玲就带着团队去了 结果表演结束完之后 就被迫参加了一场 属于富豪的饭举 还要让林志玲陪客人 林志玲自然拒绝 可她拒绝 那边的人也不肯放她回来 情况十分危急 后来林志玲的公司 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连忙打电话求助邱丽宽 邱丽宽知道事情的经过之后 二话不说 找人从中逗选 林志玲才被平安救回 这次之后 邱丽宽和林志玲成为了 很好的朋友 没过两年 林志玲就因为被 那英逼迫喝酒而全身过敏 其实这事说开了之后 也就没啥 可媒体捕风捉影 直接将林志玲和那英 写成了仇人 邱丽宽看完之后 直接攒了一个剧 让林志玲和那英 冰释前嫌 那英还专门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向林志玲道了歉 说了一声对不起 紧接着之后 陈冠希的老婆 秦淑培和林志玲 争取资源 或许是没有成功 于是陈冠希就公然开思林志玲 你是一个丑陋至极的人 你只是娱乐圈的交易骗子 甚至在别人问到她 为什么要辱骂林志玲的时候 她也只是回答道 我为什么要骂她 她知道的 我早就警告过她了 这话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 着实有些许的过分 这个时候又是邱丽宽站了出来 她直接在镜头面前喊话 陈冠希 你不要再出现在台湾 我保证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2014年 邱丽宽虽然年纪健长 行为处事也会稍微收敛一些 但霸己已久 那会儿肖静腾刚刚出道不久 还是一个新人 结果不知道惹到谁了 一连几天收到匿名信 火虫 明币都有 把肖静腾吓得不行 这个时候又是邱丽宽站了出来 她直接表示 社会难免的会有一些败类 有一些生病的人 我是建议真的要看医生 直接把逆免者气到飞起 干脆威胁起来邱丽宽和她的儿子 这里查一句哈 邱丽宽的儿子是陈宝莲的一父子 当年陈宝莲跳楼自杀之后 邱丽宽就将她的儿子带到了身边 抚养长大 就像亲生的一样 邱丽宽向来以仗义闻名于全内外 并且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十分爱护 这也看一看出 她本人的人品的确很能靠得住 她一看这么宝贝的儿子 你居然还敢伤害 她直接回了一句 如果你敢弄到我儿子 没告诉你 也打死你 不发誓 在邱丽宽的强硬保护之下 儿子 小黄伟 自然 平安无事 多年来 大家听到邱丽宽的传闻 一直都是她特别野心的一面 可其实她心里也有自己的柔软之处 她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每个月月底去福利院的那几天 在那个福利院里面 她会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也会给他们买礼物 表演魔术 如果有儿童 神患疾病 她也会出现资助 时至今日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柔软 只不过在面对有一些事情的时候 她也渐渐有心无力 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等着儿子长大成人之后 自己一个人回到乡下 中天写作 就像讨渊明一样 每天过着 众斗男人下的生活 有的人感觉 邱丽宽身上的黑道大老气息 太过浓重 可在那些她帮助过的人眼里 她就像一道光 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的人 走出黑暗 时光如所 岁月如炬 兜兜转转 邱丽宽还是过上了 她所喜爱的平静的生活 而她的善意 她的传奇故事 也会一直流传时间 伴着一大批的人成长 你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留言